Odio Jungle Odio Jungle 要谈及国防装备,就不得不了解广泛用于航天产业和国防建设。 但储量稀缺,功能关键的稀有稀土金属,由于这些资源在国防和军事上的巨大作用,这些稀缺资源被称为战略金属,称为各国作为长期储备的战略资源。 中国稀土储量约占世界总储量的36%,是公认的世界第一,但是让人遗憾的是,中国却承担了世界90%以上的市场供应,而中国的稀土资源也因过度开发,使得价格一度严重,背离价值。 现在,稀土已经广泛应用于发动机和一些尖端的高科技领域了,其重要程度是无可替代的,得益于我国扶原辽阔的地理优势。 中国拥有着世界上最多的稀土资源存储量,并且这一资源是短时间内不可再生资源。 但令人遗憾的是,中国稀土出口量是世界上最大的,但是价格的主导权却不能由中国掌握,导致中国的稀土的黄金价格的东西却一土兜的价格卖出,每年中国的稀土资源都会损失几十亿甚至上百亿。 俄罗斯媒体曾表示,中国的稀土材料,几乎承担着美国近80%的武器正常运转,稀土元素当中,包含了美国的F22克F35的飞机的重要的永磁原料。 如果缺少了这些稀有的元素的话,这些战斗机甚至连打火都不能够启动。 然而据媒体表示,中国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大量且连下出口这一资源,对于自身军工业的快速发展及提升是非常不利的。 一旦被别国大量囤积的话,未来对于中国在高科技武器上的研究,很可能会陷入一个面临自身资源都不够用的窘境。 最近我国已经明确地表态了,拒绝白菜价出售稀土,甚至不再出售稀土资源。 这让美日等国家感到非常的焦虑不安。 他们一个个的抗议,说中国违反战争规则,限制了战略资源的出售,这样让他们感到很被动。 笔者想说的是,我们的东西,我们自己做主,不卖又怎么样? 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起来,重视国防科技,开始重视稀土等资源,对稀土出口进行卡脖子,稀土是不可再生资源,需要慎之又慎,中国人必须拒绝廉价出口稀土资源,管控好科技资源,这是一场非常重要的战役,不能只看眼前的利益,更要为后代着想。